和武術都结合在一起的才行 但是功夫也有了 身体都很好 主要是这样 因为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了 很长的就是有一段时间 就因为那法律宫了什么的 这共产党就不让练了 所有气功都不让练 所以到现在就基本没有了 所以这个气功呢 我说的主要还是一个健身 身体会很好 这是最主要 所以我说的就像他们那时候 把这个其实几种这个呼吸方法 假如不练武术都无所谓 不要什么动作就行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 这个就叫一开始练的时候 叫外动带内动 外动带内动 就是外面的动作 带着你身体里边去活动 因为你主要是里边去活动 那你外边 有时候你把这外边带着 你看这好像里边也在活动 这一开始就叫外动带内动 练好了以后 反过来就是内动带外动 所以你将来的动作 都是就像那个汽车似的 汽车那机器 是不是 你动 然后你能开车 这样走 这样走 是不是 所以最主要是你是那机器 所以这个汽车里边的机器 对于咱们练武术来讲 据所谓叫单田筋 所以说就是说你这个所有的动作 你看你这手是这儿的动作 那你这个只是外边这儿去动 实际你应该这儿你看 你看它带着它去动作 所以就叫内动带外动 所以你把气功列好了以后 你所有的动作 你看都是由这气功 你看 你看都是由它来带动的 你看 是不是 而不是你们就是 就是这里动 这里没有动 就是这样的 是吧 你看就是外动 你里边没有动 他们不是说你打太极的时候 这里动里面就会慢慢地就动起来吗 不可能 就要有去刻意地去练他 对了 你他在想的那是 那根本就他不懂还是 就是一年太极强里练什么 他都是一开始说是 气功就是叫外动带内动 那以后你练好了以后 你都是这个里边去运动 就说呢 你外边的运动就是一个肢体的运动 那你里边呢 你看包括你里边 你看这个肠胃的活动 是吧 包括你这个 包括你这一动的话 你里边的肝脏什么的 它都是在受影响 一开始的话 你只是外边的运动 但是你最后你看你看 你看都是里边的运动 你看带着我外边 就带着我外边的运动 对吧 这样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就很好 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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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所以呢 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练呢 就按照那个顺序去练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所谓说胸式呼吸 你看 你是不是你看这 你看你这一胸式呼吸就连这整个 包括心脏这块 是吧 你看胸部这些骨骼都展开了 就是这 你看这骨骼都能这样去运动 你不能了 就是这样你看 它就没有运动 你看这 你骨骼 你看 都在运动 你想人的声 人的呼吸量很大 你的氧气吸漏的很多 是不是是不是你身体都很强壮 一缺氧不的人就不行了